好 現在先來解答各位的疑問 問題 請問禪師聽經時可何參話頭 假定你沒有練習到不提助提或者不審查不審就助選就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一面提話頭一面來聽經 那假定你已經修到了疑情 隨時隨地都已經懸在你的心中的時候 你即使不想參也沒辦法了 你即使想要把它放下來也放不下來 所以聽經的時候倒是可以訓練成為一個觀照者 使自己成為聽只是聽那就會非常好 那怎麼樣訓練成為聽只是聽呢 各位大家可以現在試試看 當你聽著我的聲音也看著我的臉書 是不是 現在你們試著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背後的背景啊 幾乎很少 在聽我講了 聽了高興的時候 只看到我的這個比手畫腳 是不是 後面背景都看不到 所以你試著聽經的時候 把你的演示的角度放寬 寬到同時可以看到我這個講經的人的背後 這個時候呢 你就能夠把能看的心呢 拉回到你的心中 因此你就會成為一個旁觀者 觀照者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能夠做到 聽只是聽 你就不會再聽到一句話 你就生起來兩三句話 在那邊浮視亂想 然後下一句話 你就沒聽到 然後問問題的時候 就斷章起義 把你聽到的那一句拿來問 前面也聽不到 後面也聽不到 切頭切尾 要來問問題 那這個就問題大了 是不是 但是假定你成為一個旁觀者 一個觀照者來聽經啊 你會更有正面的來聽 你會更有正面的來聽 你會成為一個聽主是聽 也就是說你能夠聽了以後 不動你的心 不影響你情緒的破洞 那這個時候的聽經呢 就非常好了 就非常好 我在一個月半前 剛動完大所事 現在復原中 行動飲食正常 還無法做激烈運動 請問這樣的情況 是否參加五入禪療癮嗎 當然可以 但是要事先講好 你有什麼狀況 不然一跑箱的時候 把你當成沒病了 一抄起來啊 恐怕你就硬生歐倒就慘了 但是很可惜 這次的禪療癮已經額滿了 已經沒辦法報了 等靈臉吧 知道了 是何也是無心 不是了 假定你有一個知道我無心的知 就不是真的無心 所以什麼叫做堅無心 你必須看了藉口指越 第四策 第一講 叫做初心處 初心處呢 他就提到 福以知知知 知 就是當你 我有一個知道我知道的所知道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 三個知都要消失以後 才是堅證進入五心 所以你要了解什麼是無心 要看第四策的第一講 初心處 另外呢 還要看有心無心用呢 你就要看第四策的第二十三講到三十九講 這個就是參禪獨立以後 轉為先廟的時候 有七個處地 這個都在談有心無心用的狀態 你要看這一個 自然就會懂了 除了多參禪 就能了脫生死嗎 眾生 在六道輪迴一直受苦 怎麼能出三界呢 只要你參禪 有一天 儀團爆破 你絕對可以了脫生死 絕對可以出三界 它是不分處地 像大圓滿 它就有一點處地 比如說 大圓滿裡面的正行法 有三種 第一個就叫做大陸法 大陸法就可以出玉界 空明法 可以出壽界 無戀法 可以出無受界 所以它就比較有處地的方法 但是呢 參禪是沒有任何處地 而在參禪把它用圖形來說明 參禪的處地 只夠是把沒處地 硬硬把它紅坡面來解說 免說有處地 其實是無處地 這個要弄清楚 眾生 聽禪師尚偉在六子談經所講的定慧品 不很了解 可何再解釋 這個解釋起來就比較長了 不要耽誤大家的時間 這個你可以再去看一看 或者有機會 以後講到六子談經再講 歸於三寶和歸於合法有什麼不同呢 三寶裡面就包含了合法生 所以你歸於合法就是歸於三寶之一的法寶而已 因為我還不是一個佛教緣 比如我們修藥修那個什麼叫什麼好咧 請問禪修跟靜聰一樣嗎 歸於來啦你的靜聰... 是不是跟這樣一起做可以嗎 你可能是买七枝作法 七枝作法是调先调洗的方法 不是调薪的方法 调薪的方法 你就要请过看化产的参救原理 那个就是调薪的方法 两样搭配起来来修 那就可以了 那静作跟禅修不大一样 因为外国人都讲meditation 就是静作 但是静作里面禅修有很多种方法 你假定静作在那边 静静的在那边发呆 那这个跟禅修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有心法才可以的 这个心法是最重要 请问令用何种禅修法面来对注吸毒者 对初期与长期的吸毒者的方法一样吗 这个吸毒的其实是一样 但是吸毒只用参残力量还不够 就一定要搭配南传的精修 以及五庭心关的观呼吸 再来用大圆满的授法再来参残 用做几种一起搭配 那会效果好 那这一个曾经就有人吸毒 我就给他用一个观照脚下 照顾脚下 以及观呼吸而已 两样 做了三四个钟头 他竟然发现 吸毒的欲望生起来 并不一定要马上满足欲望去吸毒 他一样透过修法 可以把这种欲望来消耻 而且内心还可以流露出喜悦 所以这个都是有实力的够案 来证明的